在前往日月潭的路上 我们发现路边竟然有一座咖啡厅 而且超级多人的 所以我们就停下来看一看 门口是停车场 方便停车 在公路上竟然有这么一个咖啡厅 聚集了这么多人 真的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蛮荒咖啡 在一片荒芜当中 现在有一个咖啡厅这么热闹 那我们一起来敲敲吧 先通过这个消毒的杂门 走进去之后呢 往左手边 它有一个后卫区 因为这边不能够预约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来这边进行登记 登记完之后呢 现在时间只好来旁边逛逛了 这个小广场呢 是挑高的 然后呢 有个装置艺术在这边 那至于左手边的话呢 有一个桌椅区可以稍微坐着休息一下 谁不知道会等多久对吧 那旁边是外带区 我决定先去里面逛一逛 哇看到本藏柜里面一个一个可爱的蛋糕 我竟然是有点心动了 那不然等一下来点个蛋糕看看吧 发现它的地板花纹也超级美的 哇这边有些房块椅子 诶 它有地下室诶 我要去探险了 现在有地下室 哇 现在有地下室 这好黑哦 OK 原来这一厕所 但这也太美了吧 好 想想去咯 外带区其实空间很大 这边的天花板悬挂着 铁丝 编程的白云 超级可爱的 算一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让我来看看脚落第几号了吧 刚好也轮到我们了 就跟着店员的脚步进去吧 进去之前要记得先消毒双手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蛮荒咖啡 它在玄冠这边呢 有购物馅 有很多的咖啡 还有一些器材 是它的吧台 在这个很漂亮的透明楼梯 很多人在那边拍笑 但是因为这个楼梯是楼空的 所以如果穿裙子的话 记得穿安全裤 是什么呢 华铁 上池 是 上池 上池 另一个 能不能 这边 在升 这边 平时没有穿安全扩话就糟糕了 楼下看了一清二楚 风景 可以看到山 哇真的心晃神 风景很好耶 风景太美了吧 日厕餐菜单 菜单 但是这边的人比较早 菜单啊用一系列的主题设计 我想这个应该是日厨吧还是夕阳 中间这是很漂亮的风景啦 好了我们要开始点餐咯 哇我们的餐点已经送上来了吗 太期待了 我们点了 马德莲 小蜜蜂 美式咖啡还有一盘薯条 薯条还附了酱料喔 小蜜蜂 太可爱了 小蜜蜂 太Q了吧 它有两片白色翅膀是白巧克力 身体呢其实是包着百香果馅料 那至于本体的话呢 就是法国的奶油乳酪 再调配的茉莉花蛋糕 所以这个吃起来酸甜酸甜的 不会很甜腻 另外呢我买点了 甜点 乳条 一大盘脆薯 非常好吃 咖啡 谁咖啡 我们今天要的是呢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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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原来你要放在桌上切比较好看 还不结婚切个洞 超酸的 现在来给大家看看小蜜蜂里面长什么样子 先把他的底座切开来 这个蛋糕感觉就像是小蜜蜂坐在草地上休息一样 里面内线是酸酸甜甜的 吃完东西天也黑了 差不多要准备离开啰 这楼梯真的很漂亮 因为现在已经快关店了 所以人善缺不少 不然一般来说这个楼梯挤满了人 哇 这是一楼的地方 我蛮喜欢一楼这个角落的 晚上打光的蛮光咖啡非常的漂亮 不过因为他六点就关门了 所以晚上才来的话就不能够享用美食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